中国移改几个热点与困惑都在思考,第二,当前中国移改最需要解决网络医疗与实体医疗的结合与落地,中国的网络医疗和实体医疗,基本上是两个队伍,两个力量,两种对象在同事与操作,因此,大家的认识,感受,从业观,以及对于互联网加医疗的发展性模式的认识, 也几乎是达相近平等,现状可能就是各数各的调,各组各的是,网络医疗并没有真正的渗透到传统医疗之中,仍然停留在比较浮潜的表象结构上,因此,并没有真正的产生略变增值效应,网络医疗与实体医疗的双负能,目前,可能还只是一个个传说,并没有产生中国医疗界的形成, 美传,滴滴打车的传奇故事 第五,当前中国即使中国医保体制改革的发力,短短几年间,中国医保已经成为中国医疗界的最大满方,某种程度上说,也是中国医界最大的投资者与工技策, 因此,中国医保的医研逆行,对于中国医疗经常会发挥神奇的谱点效应,国家新的医保制度真正重建,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们也会产生改革与创新的发展力量,中国医改少不了医保,还需要医保的支撑和导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